老闆 老闆 给我们来点吃的吧 老闆 你生意不做了 我们赶一天路 快上菜 老闆 馄饨自取 馄饨自取什么意思啊 自取 有吃的了 有吃的了 来 吃吧 什么呀 赶路要紧 测试吃吧 入龄当时 那几个男的 好像不太推劲 应该都是些小门派带便捷者 斗气不高 我来收拾 你吃你的 别管这么多 咱们还赶时间呢 我 你们两个 一会路上要是饿了 我可管不着啊 我 老师啊 这位是 相长老 怎么 不记得了 好 相长老 相长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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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看来 你给我 怎么得来 呢 全滞州 伊尔和菲三 你我 五岁 这边 这边 四岁 你们要截祸 把祸抢走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要杀没有斗气的人 你 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以后萧家的伤队都是我罩着的 你们不要再打主意 一个人也敢来抢生意 活腻了吧你 看你们的样子 不像是那种不入流的土匪 你们是佣兵吧 说 你们是哪个佣兵团的 是谁雇佣你们对付萧家 动手 我的腿 再走一步我就把他丢下去 你们都是有斗气的人 为什么要财上没有斗气的人 快告诉我 到底是谁雇佣的你们 不然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你要装就杀了我 别别别 我们人在 只要你放过我们老大 我们立刻走 你们走不了了 快说吧 我没有多少耐心 我们是大石阵狼头佣命团的 我 回去告诉你们主子 我很快就去拜访他 大哥 没事吧 没事吧 大石阵在哪儿 就在前面 不远处 小颜哥哥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是个佣兵团的人 这群混蛋 专杀没有斗气 不会斗气的人 他们就在前面的大石阵 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我要跟你一起去 雪儿 你留下来保护伤队 爹说了让我跟着你 好了 听话 伤队也是需要人保护的 等我回来 驾 看一看吧 新鲜的萝卜 新鲜的萝卜 带着这个人 好嘞 快走啊 好嘞 我告诉你 上次啊 吓得他们屁股尿流的 什么人 什么人 叫你们当家的出来 不然我拆了你们这狗窝 登 꺾 明白 再加木舌 请问阁县 道此所为何事啊 你就是这 you 几道担兵团的老大吧 你也不好好管一下 你手底下的恶趣 还要我特地跑一趟来帮你管 砸场子 也得留个名号吧 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在下牧蛇 不知哪里得罪了侯下 请屋里一许 若真是我的错 我磕头赔礼便是 大哥 杀了他 就是他护这小家的药车 你的手下在山谷中伏击车队 专挑没有斗气不会斗技的人杀 可谓是罪孽深准 你这当家的 可得替他们负责任 我狼头拥兵团 在大石阵也是响当当的 用得着你教训 你信不信 我随便动动手指头 你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 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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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 行 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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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焉用牛刀 退估你 赤手空拳足够了 大哥 喝水 好 小子 接下来 我这一拳打在你身上 你会必死无疑的 大哥 老弟 你们狼头佣兵团 专杀没有斗气的萧家之人 罪孽深重 今天我在此费你们二人斗气 使我等你们俩日后再作恶 让你们尝一下 没有斗气的滋味 三日之内 我要你们挨家挨户地去 被你们杀的人家里磕头道歉 把你们抢的钱财 全部还给大家 若是没有做到 我定再来拆你们的狗窝 二弟 二弟 阿桧 阿桧 ア桑 阿桑 阿桑 满 阿桑 阿桑 放心吧 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的 你也不问他 是谁雇佣的他们 雇佣他们的人 一会儿自己就跳出来了 我看那些拥兵团的人 也不怎么样啊 怎么能打上那么多萧家子弟呢 来了 来 阎老 情况紧急 赶紧传我一套功法 干嘛不用你的齿啊 用齿子他们会认出 你这带的是 我不能用齿子 用齿子他们会 好了好了 我现在是爷相不是萧嫣 你不要闹了 你现在赶紧随便叫我一套功法 快点 线上就要线扎耳朵眼啊 算好了 不要 вод 那么 ded 厉害 厉害 记住了吗 没有 记建意 不要记剑招 去吧 好嘞 保护好他们 是星云阁的剑坊 日月同会 颜霄兄弟 难道你是星云阁的师兄 咱们老宗主 与星云阁的阁主 私交甚好 大家要是有什么误会 可先要说开来 别伤了阁气 暮尸狂尝 身为云兰宗弟子 做人保镖也就算了 你们还滥杀无辜 云山那个老乌龟 自己不正 没想到手底下的弟子 也这么饿 竟敢出言侮辱宗主 你的死期到了 一个家猎臂 想必是请不动 你们云兰宗的 说吧 你们究竟是奉谁的命令 来为难萧家 你们又为什么要袭击 萧家的车队 我生平最恨的 就是欺负弱邪 像你们这种滥杀无辜的人 该死 我不省 废了你们的斗鸡 让你们也尝尝普通人的资 你 废我斗鸡 我要告诉宗主 把你碎十万盾 那个老乌龟要是赶哪来 我就 谁在这里骂我 是宗主 是宗主 别跟我来 你是谁 在下 颜小 新运阁弟子 拜金老宗初 是宗主 剑法 是韩风教的吗 确实韩阁主所授的 日月同徽剑法 就你这几手三脚猫的剑法 也叫日月同徽 你的怒施狂刚呢 你怎么会萧家的功法 你到底是星运阁的人 还是萧家的人 萧他姑我保护商队 作为交还 他们送给我 这门功法 小湛 用自己祖传的功法 来做生意啊 也是目落到底了 就几手三脚猫的功夫 就凭几手三脚猫的功夫 就把你们的斗气废了 我们不知道 他会怒施狂告 被他偷袭了 自己斗气不够 就敢偷跑出来 去吧 把伤队的人全部杀了 不要人家说我们 言而无信 是 是 等一下 你们不能杀他们 你倒有几分骨气 我跟你们韩阁主 有交情 看在他的面子上 你赶紧滚吧 你赶紧滚吧 那些伤队的人 他们都不是斗争 都是普通人 你们这样欺凌若小 算什么名门正派 你不怕死吗 当然怕 可就算死 我也不会眼看着 这一切发生 好 言消是吧 杀几只蚂蚂蚁 还不用我亲自出手 还不用我亲自出手 如果你 可以跟我过三招的话 我今天就饶了你 好 我 只不过三招 三招 不是 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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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向没死 远再领一招 哪有了 帮帮忙吧 我不能用异火 也不能用玄仲齿 愚蠢 就算你玄仲齿一火都用上 在他手底前也走不过三招的 异想天开 那就看着他们 把伤队的火箭都杀掉吧 斗七大陆强者为尊 你自己都保不了了 还想保别人 眼看他杀害平民却不管 当斗者何用 算了 我自己来 我把斗七关到你的身体里 可以挡一招 但这第三招 你要自己想办法 我刚才 只用了一成斗七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万一 乱 八 七 八 叶小哥哥 你的斗气 哪位高人 在跟我开玩笑 出来 出来 爹 第三招 不 这 走 好 混殿的离魂术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啊 云山老儿 邪魔歪道 你以为我怕你吗 还给我 你以为我 你 flare ho 那就算不算了 你这就算不算了 我做得了 你呀 滚啊 我做得到 还要有点 我做得不算 你呀 我做得到 这就算不算了 我做得到 我做得到 小燕哥 小燕哥哥 眼睛怎么了 我用斗气 逼得眼睛重新 这次逼团了那个老乌龟 雪儿 你帮我护法 我要了要杀 你帮我护法 好 醒了 你知不知道 你全身经脉都断了 我把云山老头给吓跑了 说出去谁都不会信 也好 我们修炼下一层坟绝 修炼这一层坟绝 讲究的是大泼大利 全身经脉都必须碎裂 这样说来 云山老头倒是帮了你大忙 这个罪受得值啊 来吧 9 9 月儿 10 0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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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弟 老大 老大 那人来了 谁来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哥俩都成这样了 你还不敢放过我们 我要杀你们 你们早死了 二弟 你给他吃了什么 这是星云阁的断魂絮身散 吃了这个以后 他的断魂就能蓄生 二弟 二弟 我知道 你们袭击萧家商队 是受人雇佣的 你告诉我 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杀害没有斗气的火器 你们只要如是告诉我 我就放你们一马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这是最起码的世间道义 世间道义 你们杀害没有斗气的火器 就有世间道义吗 其实 我们也是被逼的 我所有兄弟的家眷 都在他们手上 他们是谁 疼 二弟 二弟 兄弟 你放开我二弟 你放了他 你有什么气 冲我来 我求你了 我给那做牛做马都行啊 我求你了 二弟 我已经用斗气帮你弟 把那个丹药炼化了 七日之内 他的断魂就能蓄生 斗气的话 应该能够恢复司成 是墨家 墨家 又是墨家 墨家势力十分庞大 他们聚首在荒漠之中 是洞气大陆 第一富有家族 机关暗道 武器也练 天下体 他们挟持了我们拥兵团 所有弟兄的家眷 让我们袭击萧家商队 我不敢不依啊 听说也是他们出面 请来云丸宗三位剑客 以后若是让我听到 郎头佣兵团还在继续作恶 我定来灭了你们 好自为之吧 参见女王 参见女王 谁也跑不了 又不找你出手 是 女王大人神功盖世 天下无敌 这个我自然知道 只是这墨家的手 已经伸到了我萧家 我不能不出手 就凭你 我神仁国倾一国之力 都斗不过墨家 你以为你是斗弟呀 这个不敢当 只是这天底下的事情 等到用刀剑解决 那就已经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我有一个主意 把它打到墨家内部去 需要你们配合 乌坦城萧家 萧妍 要见墨城 让他给我滚出来 你来了 告诉我 为什么要和萧家作对 你们的背后主使 又是谁 哪儿来的毛小子 也敢来我墨家送死 你 你怎么会有 还记得我吗 我们在蛇人国见过 你还没人家 我们就多了 你们家 我看在家里 我们是谁 你们是谁 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 我 我用青帘地心火和美毒沙 换刚才那两个问题的答案 如何 你喜欢的东西 对我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至于这美毒沙女王 戴在身上更是一个雷阵 你要是想要给你便是 那青帘地心火呢 真舍的 你换还是不换 跟我来 说吧 臭小子 你到底打了什么估计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我是来找你交易的 只要你告诉我 你们对付萧家的真正目的 和究竟是谁在背后指使你 我就把青帘地心火 和美毒沙女王 交给你 那你得先把易火和美毒沙交出来 否则 你休想离开这里 你可想清楚了 这要是动起手来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 见到你的易火 和女王了 臭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 就算我说了 你对付得了吗 你只需要告诉我 他们是谁 至于能不能对付 那是我的事情 不行 我还是不能说 那些人我末将可得罪不起 既然如此 倒还真是有另一个法子 你去告诉他们 就说你抓到了萧家的萧爷 他们自然会来找你要人 其他的 你就可以不用管了 此话当真 我们萧家人做生意 一向信首成亡 一诺千贤 义皇 青莲帝兴火 我可以给你 美渡沙女王 我也可以兴给你 到时候你只需要按照约定 把我交给那群人就行了 好 我信你 这是我们莫家的如意寇 从进门到这儿步步都是 如果你刚才说错了一句话 你已经死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莫道当家的 青莲帝兴火已经给了你 这美渡沙女王也在你的手上 我呢 还中了你这个莫家的如意寇 我就是有再大的本事 我也翻不出什么了 你呀 就放心地把我交给他们吧 算你聪明 这如意寇 就算你是窦皇也争不开的 你会是窦皇也争不开的 就算是窦皇也争不开的 你不开的 我不是窦皇也争不开的 你不开的 快乐 快乐 你 你为什么也带着链子 你的眼睛 可是那碧眼三花瞳 竟然真的是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 在这里 十人族还有多少俘虏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自然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蛇人的乐器 送给你 拿到青莲帝心火 当家的神功炼成 莫家以后 就是斗骑大陆第一家族了 脚踏云兰宗 灭掉星远阁 跟 听说这个姓萧的 还是萧家族长萧战的长子 这些纹裤子弟 没脑子到这种程度 也该是败亡了 不过 这是我们的好机会 那你倒说说 这是我们什么好机会 五大家族衰落 魂殿入主斗骑大陆 咱们墨家就可以从边陲之地 走到大陆中央了 魂殿不会久居在这儿的 所以 这是咱们趁势而起的 好机会 恭贺大当家的 恭贺大当家的 二当家回来了 当家的 起来 怎么说 大人已经答应了 明早尽快派人赶来 你怎么对他讲的 我按照当家的意思 已经告诉了他 我们经过苦战 击垮了萧家 活捉了萧炎 可是 我们墨家却损失惨重 马上就要成为 斗骑大陆的公敌了 还请他范先生 多多照顾 好 好 来 干 谁 你在墨家做奴才 都忘记自己是哪族人了 将军 嘘 见过蛇王了 蛇王 现在蛇族执掌权力的 是蛇王陛下 正灌在墨家的监狱里 那是蛇王陛下 那是蛇王陛下 蛇王陛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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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 吓了你 还不快滚出去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早知道 这么容易就到手 我莫家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说吧 你刚才找我什么事啊 当家的 你不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吗 奇怪 奇怪什么 萧炎这个人 据说是萧家后辈当中的佼佼者 他怎么肯乖乖地交出蛇王和一伙呢 只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就算他查清了 他怎么和魂殿抗衡呢 他会这么傻吗 是啊 可那是他自己的事啊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嗯 这清廉地心火 你看对吗 对 美杜莎呢 也对 那就算这臭小子有通天彻地的本领 他能从我们的地牢里逃出去 不能 明天一早 魂殿使者就会将萧炎带走 那是他自己要见的 怪不得我 至于他是生是死吗 我有什么可操心的 萧家已经没落了 你多虑了 当家的 我们虽然为魂殿所用 帮他试探萧家 可是这清廉地心火和美杜莎 毕竟是人人所羡慕的东西 假如让那位大人知道 我们从萧炎身上拿走了这些宝物 那他会不会反手把我们给灭了 狡兔死 走狗烹啊 这个我考虑过了 等我吞了这一火 炼化了美杜莎 吞了他的魔晶 恐怕魂殿的那几位 也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明日起我会去闭关几日 家里的事就全交给你了 请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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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准备一下 明日我要闭关 闭关啊 需要几日啊 什么时候炼城 什么时候出关 来 过来过来 看看这是什么 看出来了 是 是女王陛下 这七彩吞天马 是上古一生 等级在所有魔兽之上 他体内的魔精非同小可 只可惜啊 明日就要被我所享用了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活下来了 主 主人恩重如山 主人要我的眼睛 是 你的碧眼三花瞳世间罕见 你要感谢你娘 要不是你娘给了你这双眼睛 你早死在蛇人棍里这烂泥里 主人恩重如山 主人恩重如山 明天我练功的时候 需要你的眼睛练药 开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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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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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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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